封面笼罩 雨淡狂轰中南部 瞬间强降雨让多处地方积水 6月21号傍晚5点30分 气象局再启动今年第二次 较大规模或剧烈豪雨作业 也会对低洼地区带一些 激烟水的情况发生 越晚雨越大 21号晚上到22号清晨 受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 尤其越往南台湾 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更是显著 22号开始 强降雨从沿海慢慢移到内陆 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 也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情形 如果台湾海峡附近 这边有一些中小指数对流系统 发展比较旺盛的话 在这种沿海地区或山路地区 可能都会有强对流发展 预计6月21号到23号这三天 整体降雨最明显的 在南台湾台南高雄屏东 整体累计雨量可以来到 400到600毫米 甚至到700毫米左右 中部地区寒山区或平地 最多也可以来到 400到600毫米左右 波面的位置已经到台湾上空 持续影响 它会持续影响到周四这段时间 周四的时候 台湾附近都还是在自由 波面的上空 降雨影响22号全台高温稍稍下降 但预报员提醒 未来几天仍要注意聚烈天气 小心 致贼性豪雨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